令人期待的速霸路全新WRX以及WRXWagon正式在台湾展开预售,价格分别是WRX169.8万元以及WRXWagon175.8万元,令人怀念的是五门旅行车版本就像20年前台湾硬皮沙开卖一样,前半部车名一样都是WRX,只是在后方多了旅行车名,但最新世代WRX以及WRXWagon的科技跟性能,可不是20年前的硬皮沙可以追上的。 首先车迷们最在意的是动力部分,台湾预售版本可说是一刀未减动力完全没有阉割,搭载全新研发的水平对卧2.4升涡轮增压引擎,输出最大马力275匹以及最大扭力38.2公斤米,搭配可模拟8速手自排的CDT变速箱,加上招牌的SAWD对称是全14轮驱动系统,这次引进台湾的版本更有着电子悬吊,以及可选择四种个性化设定的驾驶模式。 至于外观部分,WRX车型有着硬派的风潮式六角形水箱护罩,具侵略性的LED头灯组以及细字型尾灯,结合空气力学设计的前轮导流保护式版,后保险感导流保护式版,后扰流尾翼,充满性能视觉感的四出排气围管及18寸双色切削铝合金轮圈,堆叠出性能与都会感兼具的外观, 五门旅行车版本则以利落质感的风潮举正式水箱护罩,LED前雾灯,细字型尾灯,后保险感导流保护式版,后扰流版,双出排气围管及18寸双色切削铝合金轮圈,造就不止热血而且时尚的跑旅模样。 在车色的部分,提供包含钢铁银、金战黑、铁骑灰、烈焰红、星驰兰、宝石兰还有五门旅行车版本独有的珍珠白颜色之外,也新增了极地白涂装,而WRX四门车型也新增超有辨识度的赤焰菊配色,真的是光看外观就让人热血背腾,而在内装部分加上了极具热血速度感的红色车缝线,更融入赛车元素的STI字样平靶式匹格方向盘,并导入科技感十足的11.6寸 智慧影音触控荧幕,也提供Apple CarPlay还有Android Auto等使用便利的行动装置连线功能。 在主动安全性方面,首度导入iSight 4.0智能驾驶安全辅助系统,以苏巴陆独家设计的新型挡风玻璃与全新立体摄影镜头系统,大幅提升侦测广度,同时当然具有Level 2半自动驾驶技术,更以完备的九大功能带来全方位的主动安全防护。 苏巴陆全新WRX及WRX wagon,预结单售价分别是169.8万以及175.8万,价位对比前一代车型的确小幅增长,但最大马力275匹,新增电子悬吊,同时拥有最新的主动安全科技,其实产品力也同步大幅度提升。 每周一、每周五、晚清9点最新的影片上架,每周三套东岛早点点,猪哥陪你一起直播,力挺中天,别忘了帮中天车人家专属YT频道,按赞、点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